彭于燕作为一名从台湾出来的男演员 她在内地的事业发展一直很受人们的关注 尤其是在大萤幕上 她的表现真的可圈可点 不过说起彭于燕 我们其实对她的第一印象就是硬汉 和发达的肌肉线条 但是其实彭于燕除了硬汉的形象之外 也有很多温柔的一面 她和胡歌曾经组成的最帅伴郎团 一度让内地的女性网友沸腾 其实彭于燕这几年的发展一直很好 虽然也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谷 但是网友们对她演技方面的认可还是非常一致的 除此之外 彭于燕在演戏方面的敬业程度也是业界都公正的 作为一个有身材 有外形 又肯努力的年轻人 彭于燕在电影方面的市场 和喜爱她的观众市场之上 一直有着其他演员没办法替代的位置 不过在伴郎团中彭于燕的造型 倒是非常亮眼 虽然伴郎团都是一群帅哥 但是彭于燕的形象绝对不亚于其他机位 就像这张照片中的彭于燕 一改以前的寸头 留起了长发 就连网友都说留了长发的彭于燕 堪称是整容式变帅 立马从拼拳头的硬汉 变成了小鲜肉 这样的转变还真的是没谁了 不过还是要说 发型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真的不容忽视 怪不得明星出席活动 光是做发型就要花上一两个小时 打理明星发型的设计师酬劳也很丰富 最后希望彭于燕能一直保持这个发型 这简直就是女粉们的高光时刻 你们对于留长头发的彭于燕的爵士和她吗 欢迎留言